Hello,小夥伴,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暗黑3分钟 这次不谈Diablo,我们来谈谈Bresa有哪些新鲜事 每年大约这个时期,暴雪就会放出一些Brescon的消息 先来谈谈Brescon,那是暴雪每年举办的年度盛事 首届的暴雪嘉年华在2005年10月与美国安纳汉市的安纳汉会议中心举行 2019年的Brescon是11月1日至2日在加州安纳海姆会议中心举办 门票229美元,虚拟门票也要49.99美元 但仍然吸引了大约4万人进场 光是门票收入就将近千万美金 虽然安纳海姆会议中心最近透露 今年暴雪嘉年华将照常安排在今年的10月下旬和11月初 不过由于COVID-19的缘故,没有人可以肯定疫情的发展 所以咯,在4月9号Brescon执行制作人Saya Smith 在news.breza.com发表了一篇文章 大意是,他们也希望疫情于下半年好转 但是现在还不能跟你说到底会不会办 或许几个月后才能确定 我们现在还是持续进行Brescon计划 有最新的消息,暴雪会马上跟各位分享 从玩家的角度来说,虽然到目前为止 暴雪似乎大多数游戏计划都进展顺利 近期发布一系列魔术世界暗影之境的贴文 斗阵特工改良英雄池取消地图库机制的更新 以及新英雄Echo的加入等等 全球玩家还是会担心 没有Brescon的2020年 加上员工都在家工作 最终还是可能会对游戏产生某种影响 另外一个有关电竞选手的新闻 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 2019Brescon之前 如实战绩冲割竞赛风波 那一次刚好碰上暴雪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加上香港问题 选手加上主持人 很倒霉的就被当成鸡来杀 这一次倒是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被罚款1000美金 当时是Overwatch洛杉矶英勇队 跟旧金山振动队两队正在比赛 不晓得是不是打得太开心了 两队就聊起来 偏偏洛杉矶英勇队的选手 Restor以及旧金山振动队的选手 Rasko忘了聊天内容也会显示在比赛画面上 在聊天讯息中提到大老二这一个不雅字眼 虽然没有被竞赛 但是罚了1000块美金 4个英文字母 一个字母250美金 台币要7500元 真的够贵 我想他们一辈子都会记得 以上是今天的暴雪3分钟 希望你能够喜欢这次的新资讯 离开前记得按赞 同时,你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一期再会